刚才聊的哪个问题 你还继续录音呢 是吧 对 我现在开始 你观察这个网上的这种 做这种生意的这种大V 有多少 很多呀 就是你比方说 刚才说到那个四月传媒 就是饶锦成立那个公司 他其实说已经是 因为有些话题可能挺明朗的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他们其实跟那个本身 对吧 就是他们总是以这个官方身份来自居了 甚至说 无处不再彰显他们的官方身份 好像是他们做这些事 都是在替这个 中国政府在做的 但其实也没有 他可能就是改一个擦边 对擦边就是比方说 或者就是胡家虎 对就像这个饶锦 他自己说 取得了清华大学的研究员身份 但其实这个有人去发函 说他研究员身份是假的 然后那个 他有了这个清华研究员的身份 他可以去地方政府 他就成为这个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了 之后他再拿 他从地方政府这个座上宾的身份 再去另一个地方 去行骗 之后他就是 左脚踩右脚 左脚踩右脚 自己 自己原地升天了 但是你还不能说他 说他的时候 他就拿出一大堆官方头衔来 这个显示说 你只要反对我 你质疑我 你就是质疑中国政府 质疑中国官方 他就天下无敌了嘛 然后这时候 他利用他下面的这些 签约大卫 司马南 包括什么 有什么李肃啊 李毅啊 还有过去有个叫 郑伟灿荣的金灿荣这些人 当然这个 就是那些人 有解约的 他里头就会 金灿荣跟他解约的原因 就是非常简单 有一次郑州不是发大水了吗 郑州发大水之后 他们底下的编辑 就利用这个郑伟灿荣 金灿荣这个账号 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 郑州发大水是 美国的气象武器 这不是属于那种奇谈暴论了吗 然后这个文章就是 让这个金灿荣老师很生气 因为他本人也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说下司马南 那种造谣姿势那么夸张 之后他就是 那个跟他解约了 这个事是从多方证实了 有网上截图 金灿荣自己说的 说这个东西是 饶锦底下编辑 然后编撰的内容 我不知情 我也不为这个事情负责 然后就解约了 然后包括饶锦身边的人 也说了 金灿荣老师是个 还比较有节操的 好人吧 所以说他非常不认可 他们这套方法 但是他利用这套方法 已经编了很多奇谈暴论了 主要是发送的人 就是司马南 比方说他们去 攻击一些企业 有的没的 一些默许有的罪名 或者他们很聪明 就是不坐实 你有什么罪名 或者不坐实 你是有什么 就是引导大家来 寒沙摄影 寒沙摄影 或者这种一花接木 但是他没有一个是坐实的 都是在反问句 反问句 这样的话就引起很大的讨论了 之后他就会通过这些流量 可以直接变现了 因为无论是微博 还是金字头条 都会给他很高的流量费用 而且他们也是收费 可以写软文的 就是因为你说 正常一个网红 你推那个广告 比方说我今天就喝汉堡王 我吃了个汉堡王 好吃 做完事了 那这个付费的人很明确 就是汉堡王 但是一旦你涉及到意识形态 这种东西 那付费的人是谁呢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 讨论的都是政治上的一体 那其实 你收这个钱 那不跟政治家 收那个政治现金也是一样的吗 那这个钱是 平台的出了 平台也出了 这是流量的费用 是平台出 但平台出本质上 还是广告商去出的 因为广告商把这些广告 挂在平台上 就是平台会跟这些大围一起分账 然后他们的收入来源 主要是流量 流量 还有线下去给人上课 上课这东西我就不好说了 你比方说我们一个企业 组织这个我们搞一个什么什么 座谈会 还有人请西南朝这种上课吗 那肯定有啊 那可能说 因为他那种东西 非常迎合这个一些我们这个企业里 比方说上了年纪了 然后心中充满正义啊 我反美人士啊 觉得他是我们这个老板姓的代言人啊 包括像他们上课的话 具体价格我是不太清楚啊 我也不做这个 或者他们也不是说专门为了去上课了 就像过去那个变戏法的往里面似的 他们觉得能构建出一个圈子 通过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这个叫什么 尖客呀 然后去认识很多人 就是这么个概念 那你观察到就是这些人的这种行为的话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 危害是显然一见的吗 首先你说现在是和平共处之主 虽然说可能说我们没有做到那么样 就全世界也不可能 就是哪个民主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 有一些人做这些事 考虑的还是外招方面的 那我考虑不到那么大 这是作为一个人 你最基本的一些道义啊 你就是年轻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谎言之中吧 否则就是你这个竞争力 你天天陷入这种无休止的这种谎言啊 或者这种所谓斗争啊 谩骂呀 你是无法看清世界的 是吧 你无法看清世界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这个很多问题啊 我们最基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他们告诉我们 这个什么俄罗斯几天拿下乌克兰 你这东西都划天下这大局的 我们如果说我们任何经商活动 任何出去留学工作 那是不是都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啊 但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一塌糊涂的 就是他们说什么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世界都是这些大V给我们提供的 就是我们已经丧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了 你还是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 祖国未来的这个年轻人的发展 那肯定的呀 就是这些人是严重在误导 这个中国年轻人 丰哥 我好长时间没有蹭丰哥的流量 丰哥是我所见的所有的网红里面 唯一的一个草根的 草根网红唯一的一个 富有使命感的人 他现在有身价了 还说这些个话对他极不利 时刻他是在那个生死边缘 疯狂测试 挺好的 我挺敬佩丰哥这个人的 司马南之流的那些个粉丝呢 中老年比较多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中老年都分他了 比如我就不粉是吧 丰哥呢是年轻人的代表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希望 真的有希望 他的声音就代表年轻人的声音 一部分年轻人的声音吧 感谢丰哥 谢谢他 真的有点那种 为天地立心 为百姓立命 为网胜 寄绝学 为外事开太平的金头 赞美丰哥 赞美